隱藏,隱藏位其實它有一個最大問題 它可以透過檢視原始碼 可以看到使用者的value後面的這個值 因為我們每一次都會把值塞在這裡 比如乱數出現的數字多少 然後呢我們再丟給那個 就是out去接收然後判斷 所以每一次一來一往一來一往 其實都後面會帶一些東西過去 那即便我是poster 但是也是會 也會帶一些東西 要帶哪個東西 基本上就是這個 裡面輸入的a跟那個rnd這個東西 記得兩邊in跟out名稱要一樣 因為我們將來在views裡面 會有一個render 這個render裡面的話就是會帶locals 所以這個locals裡面關鍵就是這個跟這個的名稱 所以會帶這兩個 過去 它也會再過來 所以兩邊是相通的 ok 所以rnd這邊為什麼名稱一樣 這邊也一樣 你不要 改個名稱可能會漏接 ok 那這個第一個 但是我們會發現 這個背後呢 如果你把它 用什麼呢 用 這個 剛剛的方法 會有個問題 我剛剛講過 就是說 裡面的話 會偷偷的看到什麼 看到它裡面到底藏了什麼 有沒有那個隱藏欄位在裡面 所以呢 我們假設說 這邊有按右鍵 檢視原始碼 那這一招當然就不ok 這邊的話有個value 1 如果你輸入1的話 它即便是 用那個post 1 有沒有 按 它就會恭喜答對了 不過respond好像這邊沒有東西 剛剛同學有問說 這個後面 也沒穿東西 ok 那怎麼樣可以避免這個問題 當然 我剛剛講過啦 這個是道高一尺 魔高以上 所以如果你要避免的話 請你把它改成什麼 不要用hidden 用什麼呢 用session 那可是session要怎麼做 當然我在後面有一個專門的章節 就是 跨網頁變數session的使用方法 裡面我剛剛講過 這兩個一定要有啦 不過已經本來就沒有問題 那後面當然有一些範例就避免灌票 所以灌票就說 他如果投票一次 他如果再投一次 那豈不是他本來有1票而已 變成他有2票 3票 所以呢你可以怎麼樣 就是先 增加一個session 在session有點像一個 註記 你投過了 比如蓋一個章 你不能再投了 不然的話 他可以重新再投 重新再投 那就會造成錯誤啦 那其他還有像登錄帳號密碼等等的 那關鍵在哪裡 其實就是在這裡 Request 點session 後面的話有個中國阿湖 有沒有發現中國阿湖 有點像那個本來是Post Gate 不過這個是小寫 GatePost是大寫 後面等於一個值就可以 所以呢 我們如果利用類似的方法 request session 那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第一個 建立 一個session 後面給他亂數 就是我們本來放隱藏欄位那個value 把它放這裡不就好了 那如何把資料再抓回來呢 其實就是 這個就是他裡面的資料 所以可以丟過去 也可以讀出來 那就OK了 應該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但是呢 請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你要用session之前 請各位注意一下 因為他的session 是放在專案裡面的什麼地方 專案裡面的這個資料庫裡面 這叫db sqlite3 資料庫在這裡 在這裡喔 然後呢 當然 如果說呢 你今天要使用這個資料庫的話 還記得吧 我們最早 上課的時候呢 都有同步資料庫 讓這個資料庫出實話 可是後來我們都沒有做 因為我們還沒講到資料庫 所以我們 建專案的時候 就說這個可以先跳過 但是現在呢 因為session要放在資料庫裡面 所以請各位注意一下 你要多做一件事情 請你在專案上面 一定要做什麼 Jungle裡面喔 請你要初始化 這一個 資料庫 那初始化資料庫的話 記得喔 右鍵 Jungle 還好這邊 我們Eclipse裡面 有這種 圖心化工具 不然你 書裡面是直接下指令 在DOS底下 下那個指令 下這個指令 還算簡單 然後 所以manager.py 然後這個 這個 Marguerite 那就是把它做出實話的動作 所以請你把這個 把它直接 右鍵 然後呢 執行這個 第三個 執行一下 他會跑一下 OK 那你會發現 他跟你講說 已經finish了 那恭喜你 你現在呢 就可以使用裡面的那個 資料庫了 那當然如果你 假設你要更了解的話 你還可以用 Seqlite的 browser 就是 在雲端上有個簡單的工具 上學節有講過 它是Seqlite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open它 我把它open起來 你會發現 然後裡面有個資料 資料庫 有這麼多東西 也就是他預設值 就是這些 那他怎麼樣管理session 其實就是放在這裡 Jungle裡面有沒有 有個Session KeyValue 它有個Key 裡面放Value 所以你可以去看一下 那裡面如果你有Session的話 其實你可以找到那個 SessionJungle的Session的資料 在這裡 裡面的話就有KeyValue 如果你以後 Server上面有 增加任何的 這個Session 它就會在這邊顯示 裡面會記錄什麼 Key Data就Value 然後呢 這個Expire Day 就是 什麼時候到期 Session不是說永遠都存在 他時間到就把你關掉了 OK 我記得好像是 1440秒 就是他有一段時間 的存活 你也可以去變更他的Expire Day 就是說 什麼時候會消失 可能是10分鐘 20分鐘 30分鐘 這樣的時間給他 到期 很抱歉 所以你會發現有時候 你們在使用一些網路的那個 登錄之後 好像沒有動作 他大概 一段時間就自動幫你把它踢出去了 就是自動幫你登出 像網路銀行 有沒有 網路銀行好像有些 像我記得好像什麼 300秒 他還會倒數計時 就是那個就是指的是你的Session 300秒之後 就Expire Day到了 他就幫你踢出去了 為什麼 因為如果沒有這個機制在的話 那你登錄如果你離開位置 對不對 你剛好登錄是網路銀行 對不對 然後那個人呢 就幫你 轉帳了 這樣不就 有問題 就比較麻煩 所以一定會 Expire Day 至於時間設定的話 其實這個是可以改的 那我們先 不用去了解那麼多 我們主要是一個Key 一個Value 所以他有一個Key 一個Value 由Key裡面找到它的Value 我們怎麼去修改 我大概說一下 等一下第一個動作 記得要先 把資料庫做同步 把它粗實化一下 第一個動作 記得要是這個 Margaret 這個 把它做同步 第二件事情的話 就是你可以把這一行給 拿掉了 你可以把它刪掉 這樣子 勇敢的把它刪掉了 那如果當你現在 把它刪掉之後 你現在再去run它會怎麼樣 其實因為我們沒有那個 隱藏欄位 那所以我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應該是印 你發現沒有隱藏欄位 輸入時 他會馬上出現錯誤 為什麼抓不到這個RND 這個東西了 有沒有 你沒有給我東西啊 你叫我怎麼去判斷 對不對 空了 怎麼辦呢 第二個動作 就是把 隱藏欄位改成Session 那Session在哪邊加 因為我們剛剛是透過什麼 透過那個 就是 Vius裡面 當我這個地方 初始化的時候 那我會把這個東西 丟到這個Gas的網頁裡面 它放在隱藏欄位裡面 可是我現在不經過這個路徑喔 我現在直接怎麼樣 我不要丟這個東西給你 所以也不用Locus 你就打開就好了 那我藏在哪裡 我藏在我的 Server這邊喔 我不丟到你那邊去喔 所以特別重要這邊會多一行 那一行的話 就是用Request 我剛剛講的 Request 其實就上面這個 所以你其實 偷懶一下 Request 那我要把東西存起來的話 點什麼呢 SESS Session 出來了 Session Session呢 中國阿胡 給它一個名稱 雙引號 名稱我叫rnd好了 好 所以這個時候有點像 在那個伺服器上面我增加了一個變數喔 這個變數是Server端的變數喔 然後它會一直存在 除非 它的Expire date到了 不然的話這個東西都會在 等於什麼呢 很簡單 就把rnd這個變數 放到裡面去 好 這時候就存起來了 就這樣而已 夠簡單吧 OK 那這時候就有了喔 而且這個東西 它可以跨網頁喔 哪個網頁都可以 通行證就有了 OK 一行程式嘛 所以剛剛 第一個動作先把它 初始化一下 第二個動作呢 就是建一個什麼 建一個這個東西 好啊 丟過去了 所以我把它建了 我就不用那個 隱藏安位了 對不對 所以呢你等一下按右鍵 檢視程式嘛 沒有喔 但是能不能run呢 可是你丟過來之後的話 那怎麼接 所以到時候呢 我們的網頁裡面 它會出現就是說 按送出 那可是呢 你怎麼丟給它 用那個Session Session另外一頁 怎麼接 很簡單嘛 我要接的話 剛剛是透過Post 有沒有 去抓到那個 它給我的那個RND 因為這個是 隱藏欄位裡面的東西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拿掉 放什麼東西呢 放上面的東西 比較好 有沒有發現 這個是丟給它 存在這裡面喔 那怎麼取出來 把這個再丟回去 比較好 OK 所以 應該意思差不多嘛 就有點像喔 我今天 把東西放在那邊 你自己在那邊拿 這樣不就OK了 好 結束了 Session 完成了 OK 那不管你用Post 用Gate都可以 應該很簡單嘛 所以你會發現 這邊丟給它 這邊再取出來 其他要不要改 其他好像不用改 因為反正只是說 原來是用隱藏欄位 透過那個網頁方式丟給我 現在是 直接就在那個 Session裡面了 Session其實就在 Servor端裡面的 什麼 資料庫裡面 我剛剛講過 好 那我們來Run一下 這樣改完應該沒問題啦 直接執行一下 所以把它重新整理 啊 存檔 對對對 存檔 所以吳大哥 果然 這個每個動作都要很標準 不然你忘了存檔回來 錯了 原來忘了存檔 這是老問題啦 所以 不過因為我上課 一邊講一邊 要做很多動作 難免會忘記啦 你們也很多隻眼睛看著 好 那我們來試一下 接下來的話 把它Run起來一下 我們現在呢 重新整理一下 裡面的話 一樣檢視原始碼 裡面的話 就不會有那個 Hidden 有沒有 OK 沒有那個東西囉 然後呢 隨便拆一個數字 送出 這個時候的話 Session就 Session 這個Run起來 Session就建立了 OK 那按送出之後的話 這個是A A裡面的東西 再跟Session裡面的RND 比對一下 是不是一樣 你看 有沒有 他又彈回來了 跟你講說太高了 低一點 低一點的話 再來就5 假設啦 OK 然後他又 過去 Session永遠存在喔 所以RND那個Session都在 所以又再抓 OK 裡面還是太高了 然後這邊的話 輸入2好了 太低了 那不就3跟4 3 送出 恭喜答對 有沒有 流程完全一模一樣 但是呢 安全性有沒有比較高 按右鍵 檢視原始碼 什麼都沒有了 看不到 所以 要是 使用的話 當然用Session應該會比較高明 這個部分的話請各位試一下 所以我把剛剛的程式 第一個記得這邊一定要那個 第二個就是這邊 丟給他 來畫面還給各位試一下 改為Session的版本 那這個Session呢 可以用在像後面我還會提到啦 像 登錄那個帳號密碼 你的帳號密碼也會跟著你 這招如果會的話 其實寫一個系統 慢慢就會越來越容易了 那個帳號密碼 你又要從資料庫讀出來 資料庫我們部分還沒講到 所以後面的話呢 還要再補上資料庫 所以這就更完整 好像在做一個 一個完整的拼圖就拼出來了 只是說呢 當然都是片段片段片段的 那在期末 最後一次上課 你們要把那個 完整的東西 就是要做一個 作業出來 不過也不用壓力太大 能力 到哪裡就做多少東西 主要是說你有思考過有做過啦 這東西是比較紮實的 OK 那 試一下好了 那反正走過啦 我是建議 建議就是說 除了像可以參考雲端的東西之外 我也蠻建議 你們也可以整理出自己的雲端 自己的雲端 筆記 因為以後你需要範本的時候 有沒有 你就拿來參考就好了 因為其實最難的就是完全沒有頭緒 你要 無中生有 那我現在只是說 幫各位畫一個 比較簡單的 範本 那這個範本就是說 有一個步驟喔 所以基本上我們就是樣板 Views UIL 然後如果你要Session就是 同步一下資料庫 再把 那個隱藏欄位改成Session 就搞定了 OK 其實也不用 這個 用太複雜的方法啦 其實裡面程式都不多 只是說呢 把上個學期的 拆數字遊戲 我們再把它結合進來 OK 其他還有一些相關遊戲啦 剪刀石頭布如果說 你要在 修改的話 當然也OK 或者是說上學期之前有手機app 課程同學可以 做什麼 拆數字遊戲的更進階版 EAB 什麼 EA2B 那種 位置 所以會有可能需要有四個格子 讓它輸入 輸入那個0到9 然後呢 它的位置對 就給A 如果數字對就給B 那這個可能又更複雜 不過 以用Session來看的話 就有四個Session的變數 也許你就Random四次 有沒有 然後四個變數 四個變數之後的話呢 分別放第1個 放第2個 放第3個 第4個 然後再來拆 再比對一下 就會出現什麼 幾A幾B的 這樣OK 應該OK啦 只是說 大家就要想想看 印象中之前有同學有做過 類似的遊戲 或者如果還有其他遊戲啦 但你不要剛開始想的太複雜 就想一個可能 比較接近你可能用得上的 然後去把它改一下 所以今天 又多學了一個叫Session 的一個 物件 這個物件的話呢 非常的重要 當然也有Cookie啦 不過我是 不太建議用Cookie啦 因為Cookie的問題 比較大一些 Session的話呢 基本上就可以 透過它 幫我在網頁跟網頁之間 做資料的傳遞 Session不只是可以一個 兩個三個四個五個都可以 OK